陈浩南究竟是如何坐下红青社铜锣湾化神的暴动 大会上陈耀刚刚宣布完竞选事宜 一名红青叔父便提名大飞 大飞扎根铜锣湾十几年 并强马壮 有勇有猫 最是合适不过 场内不少人纷纷附和 派手交号 让大飞信众暗自得意 蒋天成笑道 大飞人气很高嘛 不过我还想听听有没有其他意见 一名老者居受发言 脚上我觉得陈浩南最为合适 那小子向来尊师重道 对我们这些老家伙又很尊重 为人正直 大老逼生前也最看好他 大飞一声冷笑 派暗和道 大叔 你们老眼昏花了呀 过年过节送养礼 就以为他是好人了 不是我大飞小气 这个位置谁坐都可以 就是陈浩南不行 这种人为了自己的地位 连同门兄弟都能杀 何德何能做华士人 大天二怒马回应 大飞 你少他妈谢狗喷人 我大哥光明磊落 怎可能做这种事情 所有人的目光 看向陈浩南 他深吸了一口言 竟缓缓点头 没错 以前是大飞带我入的红金 他的皇子兄弟 也的确是我杀的 此言一出 全场震惊 大天二难掩失望 望着陈浩南待在了当场 大飞气声冷笑 大家都听见了 陈浩南自己都承认了 这种人 还配当华士人吗 蒋天生举手示意 众人安静 淡淡说道 英雄貌门出处 把那些陈年往事翻出来 不公平 谁年轻时没做错过事 这些年 浩南为帮回南正北战 立下不少功劳 这件事 大家就不要再提了 蒋天生迷离案例 支持陈浩南 谁还敢多说半句 大飞也无奈罗作 既然大家都认为大飞 浩南最为合适 那就不如由我来拿个主意 把铜锣湾所有的厂子 平均分配给他们 以一个月为期限 谁做了出色 谁就计成大老B的位置 有没有意见 陈浩南 大飞均是点头答应 公平竞争 最好不过 两人能力 实力 人气 本是难分胜负 但适才陈浩南 亲口承认杀害同门的恶行 不少帮中元老 一开始支持大飞 八年前的一个大雨天 陈浩南被一伙小货货 追在暴打 跪在大飞面前 请求败入大B哥门下 大飞哥 求你们收下我吧 我家里有急事 急需两万块 只要帮了我 以后我当牛做马 这条命就是你们的了 大飞见他说的真诚 不似骗人 随手甩下两万块 扬长而去 想不到这小子很守信用 第二天就主动跟随红星办事 别看他年纪虽小 打架却是异常勇猛 每次都是第一个上线包裂 很快便在一众小敌中出位 一次帮中一名大敌犯士 急需找人顶罪 其他人吓得瑟瑟发抖 不敢出现 陈浩南却主动接下了任务 扛下罪责 半年后出狱 陈浩南在帮中地位大增 竟刺杀了大飞的皇者兄弟唐仔 大飞暴怒之下 险些将其活活打死 不想龙头蒋田生立宝 救下了陈浩南性命 两人自此结下了大仇 大飞这才处处针对 火凤凰夜总会内 丽花城人 牛顾 巴德 一众好友齐聚 商议如何帮助陈浩南上位 巴德人脉广泛 召集身边所有兄弟都来捧场 协助料理赌场 高利贷的事宜 牛顾火源充足 保证场内橘子粉的供应 丽花则是承诺 会协助照料场内的安保 不计算学生的话 陈浩南手下可着急的兄弟 仅有30人左右 急需助力 连KK也排兄保证 会联络同学 为场内找来大量新鲜面孔的小姐 丽花神色怪异 难言笑意 看得KK极为尴尬 他所读的那所中学 在全港都是恶名昭著 男的出来当流氓 女孩出来做小姐 几人说干便干 丽花当即陪着KK 来到了全港最火的尖东大富豪 找到了KK同学 妈咪宝奇 丽花开门见山 不论使出任何手段 都要将宝奇挖到火凤凰 怎料宝奇竟起身告辞 斩钉接铁地表示 自己并非是为了钱 而是经理对自己义气 绝对不可能跳槽 丽花淡淡一笑 义气难求 我明白 放心吧 不会为难你的 此后 丽花几乎每晚都来碰上 一致先进 很快便结识了经理飞唱 得知飞唱好赌成绩 丽花投其所好 当晚便乐器大牌 肥昌自视赌树精湛 并能大杀四方 怎料丽花乃仔 更是排桌高手 精妙配合 一板的功夫 便让肥昌输了六万块 他垂头丧气 正要掏钱 丽花却淡淡说道 不够五六万而已 就当交个朋友吧 实话跟你说吧 我看上你手下的妈咪保齐了 明天我去捧场 你找个机会 在他酒中下药 帮我得昌所愿 这点钱 咱们就一笔勾销了 肥昌连连点头答应 却不知这一切 都是丽花事先安排好的计谋 两人的对话 已被录音 摆到了保齐面前 小妹妹 我不是挑拨利剑 只是想证明 肥昌并不义气 有钱是可以对你好爽 没钱是 随时就可以出卖你 签下这张合同 过当火凤凰吧 你是聪明人 日后我绝不会亏待你 保齐被说得哑口无言 深感丽花手的厉害 当机面带领 大批手下美女 过当家忙 一周后 火凤凰一跃成为 游街望最火的夜总会 常常爆满 江湖中人纷纷传言 陈厚南此番竞选 胜卷在握了 大飞雪并不心急 对自身实力无比自信 自己多年来为社团卖命 尽心尖利 就不信蒋先生看不到 一名极为高大的男子 突然走近身后 一把将大飞小弟提起 大力联络作 竟是天收 大飞 我知道你最近状况 陈厚南都有人帮 我来帮你 以我的能力 绝对能压到全港古货仔 大飞低头吃饭 头也不抬 好啊 说说你的条件吧 天收笑道 很简单 你帮我找到花仔绒即可 大飞黑黑一笑 拿起酒瓶 在天收杯中倒酒 酒水一出 他仍是不肯停手 你让我帮你救花仔绒 你知不知道 他杀了我大哥 我操你妈的 你还敢跟我谈条件 我带戏